台中市警方年前破获了制毒工廠 嫌犯刻意将地点设置在知名生计公司旁 企图来掩盖毒品的臭味 而且沉住了一栋尚未完成的透天豪宅 还在翼龙门前泼洒油漆 卫装成装潢中的样子 不过有经验的远警翼文 还是分辨出毒品的臭味 报警检察官指挥攻坚待人 大批特型人员全服武装鹤枪实弹指导制毒工厂 屋内两名嫌犯正在制毒 措手不及当场被警方压制上铐 趴着趴着趴好 趴好脚走开 脚伸直 警方调查这个制毒集团 刻意将地点设置在一处知名生计公司旁 企图以生计公司排放的气味 掩盖毒品制作过程散发的臭味 还找了一间新建的透天豪宅高价成租 门前泼洒油漆 一方面多重气味 另一方面卫装成装潢中的模样 掩然耳目 警方初步估计 这一些毒品若支撑毒咖啡包销售 足够三万人次使用 非法获利可高达数千万元 先犯一想天开 不过还是被警方查获 除了两名嫌犯 警方随后也逮捕了主嫌 征讯后将他们移送侦办 谢谢您的嘉明 台中报道 请多谢您的嘉宾 请多谢您的嘉宾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